大家好,汪向快步回到第三節,我們今次就講商學 哇,商學這個真是,大家不知道那時候怎麼看 那時候雨傘運動,可以說最能指揮整件事的人就是商學,學民思潮,加學聯,佔中三子 我想問,他們是指揮,但為什麼連審都不用審? 沒錯,有份主導這個運動的人,為什麼沒有商學? 黃之鋒是因什麼錯? 黃之鋒是因另一件事錯,不是因為佔中 但是他們是指揮部 衝入公民廣場,我們也是這樣,我們望向一定是說了給大家聽 等大家聽,聽到我們知道了什麼,一起去討論和判斷究竟是否有問題 是啊 喂? 喂,是 是 咦,去樓山,走開了,突然斷線了 我們看回一下,最初,戴耀胡亭出來說佔領中環 然後一上來,商學就拿了主導權 這樣? 是 就根據朱耀明牧師的訪問 即是那個陳詞呢 是 讓我看看 他在法庭上說過商學做過的事情,是不是? 他是這樣說的 陳建文好像是陳建文,還是朱木 他們這樣說,就是當初這個運動開始之後 已經不再由他們主導了 已經變成一群年輕人教 大意是這樣 之後又到陳日君也出來說 你這群學生基本上是不尊重佔領他們 將整個運動企業 大意是這樣 而年輕人就是指上學了 是 哦 到那天叫人衝龍和刀 即是到中期,進退不得的時候 大耀廷他們已經叫 喂 他已經沒有了話事權 被商學架空 這個商學他們捧了大耀廷上去 上神台 自己在下面操作 在下面操作 他們這群人基本上所有的激進派 都是用這個字 都是用同一個技術 由那些什麼人什麼東西的力量 拳頭力量也好 拳頭黨 拳頭黨 拍票黨 寫機他們 因為是小黨 所以他們用很激烈的行為 在內部搞小圈子 是架空了所謂佔中的溫和派 拆大台 他們沒有拆大台 他們自己變成大台 他們變成大台 是的 但是 根本上和戴耀廷心目中 所想的是不同的 這是眾新聞訪問朱木 裁決之前 朱木向記者益術雨傘運動 滿腔悲憤 在我的心目中 唯有群眾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最大的負擔 所以 KM 即是陳建文說 我眼睛經常含著一泡眼淚 即是我當時看到這個形勢 其實是死糊塗 朱木是經歷過六四事件 他知道那群學生是犯過什麼 而變成了六四屠殺這件事 就是不能退 戴耀廷原先的計劃就是能攻能 能進能退 所以那個控制大 但是你們這些傢伙 我滿腔激憤 在這裡玩動漫 玩到上了腦 以為自己真是英雄 你們這些大人 都是卑鄙無恥的 淑沙 我們犧牲了這麼多 不可以沒有的 沒有結果的 如果大家記得黃之鋒 當日所說的話 我們要一夜定江山 大致 這一天就要完成 現在代什麼呢 春代 大家不好意思 說一族 你面對這麼強的政權 你要知道怎麼打一遊擊戰走 當然很多人就說 我們講的容易 但是大哥 看到你 看到你衝上去 是必死的 沒有香港人 即是 同情你的人 是不會記住你的 是啊 是啊 這樣就奇怪了 那為什麼他們 可以脫身一傷害 連審也不用審呢 他們當時主動的運動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一件政治案 政治案就是 現在是採用英國人的方式 或者共產黨的方式都可以 我只是打你的頭 狠狠打你的頭 其他的我會放生你 正常是 哦 哦 這樣 我是這樣看 這一次的裁決 是一個很有政治技巧 我是目的告訴大家 你們再這樣做 我第一次做判你16個月 你做頭 你第二次做的時候 我就不止16個月了 黃浩銘 8個月 他打了邵家津 8個月 其實是一種威嚇 即是說下一次 如果有人再做 就以此兩刑 我不會斬你的頭 我不會以連計 大哥你想想 朱 他同時間找了朱經緯 已經做了平衡 我已經罰了朱經緯 那我是不是需要罰你這9個 我兩邊都打 我是法治 這件事 他也是需要向無辜 給你影響到市民交代 16個月 但是 始終商學 真是 下不了充電 又真是 講不得過去 他沒事的 他們不知哪 他們叫完之後 走了去 當晚 是 有一件事 好像是 朱耀明說 爆出來 是呀 是呀 誰呀 黃之鋒他們呢 就 就帶了一些食物 拿了杯麵 進去 進去 那個什麼 立法會的辦公室 9樓 上去9樓指揮他們 是 真是壞的 帶了杯麵上去 想到一個過夜的那裡 是呀 帶了宵夜 但是我仍然是說回那篇報道 陳建文是這麼說的 就算你學生被打到頭破血流 社會都不會有蓬亭心 我明白他們是很沮喪和憤怒 但是我們不想再有人受傷 所以 在龍和道丹野前後 陳建文他們是 自首是不是出去 是的 就是要制止龍和道的事發生 讓這件事平息 但是當他們想著去自首之後 他們是自首 所以什麼呢 但是自首之後 商學已經完全全主導了這件事 主導了 是的 他是希望用他的自首給大家一個大台街 但是誰知道 到後來其實商學是完全沒有事 商學 是 是 是 怎麼說 他們 商學已經拿了控制權 是 是 他拿了控制權 就很想把整個運動繼續推進 推得更加重要 是 用他們的方法去推進 是 回來回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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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裏 那 去 我再補充一下 好嗎 他們說 2014年1月30日行動升級 對於他們來說 就真的忘记不了,因为作为一个领袖,你叫人冲,你可以轿着手走去,等人拨打你 这个就是和平非暴力抗争,最好大家怎么办,就是轿着手,一齐行手牵手 你就继续拨打,好像甘地的长征一样,但你又要叫人戴安全帽,建筑那些帽,弄纸皮,要冲 你一做这些事情,别人有藉口,别人也就是说特区政府,说你这些是武装,你是冲击 最惨的是什么呢?叫人冲那几个,不是带领,是上了立法会 是,又断了线,又断了,哎呀,真是什么事啊? 是,他们是上了九楼,那里,是上了九楼那里,是有一条片,是说王之锋拿着,这个杯面,和长毛,等等 这一句是这样的,你可以轿着手走过去,等人拨打你,这个是和平的非暴力抗争 最好大家翘着手一起走,那就拨打,就像甘地一样长征,但你不是 你叫人戴建筑安全帽,做纸皮这样的东西要冲 因为你这一夜就会被人有藉口,说你武装,你是忠敬 最惨的地方就是叫人冲那几个,不是带领,就走了上去立法会九楼 就是你叫人冲,你都有个指挥,这个指挥能够在危险的时候叫退,叫进,你才是负责任 但是你叫完,就不是跟着他们的队伍冲,这个我是接受不了 所以后来打到头部血流,我是很痛苦的,不可以这样,你是组织者,是以示威者安危为最大责任 你不是就这样叫人冲,你不在场,我无法只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真的很悲哀,所以那一刻我们三个人觉得没办法了,一定要自首 其实也没用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回新闻,那一天,11月30日 就是在那个叫做,坐在那个升降兜那里,在那里叫 我们要升级,要抛卫政府总部,和这个特首办那些 有份叫,一个就是那个岑奥辉,还有一个就是学民思潮的肥仔 好像被他踢了出去的那个,现在不知道是财政问题 踢了出去的那个,你们伤害有份叫的,然后原来你们没有去到的 人家的新闻就拍到,在升级之前,被人拍到黄之锋,买了一大袋杯面 就上了立法会大楼的九楼 你不是吧?你自己叫人去冲,你们自己回去吃杯面? 涼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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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你怎么搞错啊? 还说学生领走? 有些人说,你怎么讲黄之锋? 带领的运动? 带什么领? 这是最可乎的 是 基本上,整班人都是正式使用夹字 有时就... 他们根本最擅长的招叫夺射 如果这样看 夺射又不做事 不是不做事 他是叫你做事 有时我走人 你买好薯片? 不是薯片 我大概去看看那袋杯面 不够十个 有八九个 你上去吃杯面看着人家被人打? 蛤? 你吃不吃得了? 你是不是人来的? 你商量 上去的办公室也有啤酒 哈哈 喂 真的很可耻 那些人就说 我们为什么说黄之锋 真的很可耻 我觉得这个 你其实不需要... 你那时候已经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了 你已经是 你们将他升级了 你们说要和别人斗 但是麻烦你自己先生时卒 但是你们没有 你们只知道最重要的一刻我要拿光环 在尾光灯之下 拿了光环 有危险我闪了 领袖是不可以死的 这个就是你们想着 他们之后 第二天出来鞠躬 商学 商学就是他们学联 加韩文思潮 走出来鞠躬道歉 到底是什么 原来你们昨晚 之前那晚是躲在那里吃杯麵的 哈哈 被人打得爆肛那些 被人拘捕了山井 他们目的是什么 正如我最初那边就是 他们想着被人看见打爆了头 引起市民的同情 又有一百多亿万人再上街支持他 然后我又再夹过 这个就是他们的算盘 用别人的血为止 拿光环 基本上他们是热狗 这些就是人渣 当然有些人说 我们又做过些什么 你这些妄向狗 你这些投共五毛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是 我们是不会做些这样 我们做的话 是会先生自助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不能够承担 这一个责任 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 不是你们这些人说 我们是年轻人 你们这些大人是贱人 这一种 借着自己年轻到处拿着素的缩骨精 因为我们是 我们不是一个缩骨的人 仅此而言 还有不单止被人拍到黄之锋 带杯面上去立法局 岑奥辉都有上去的 哦 那个叫 周永康也有被人拍到 周永康也有上去的 上去 有什么吃杯面的上去 不知道有没有谁 所以不只能比较作全面 所以我舅舅 那是什么 bau 张蒙 開門 可不认 因为谷姓 她要主持这些事 她就用病 肯定要站 estable 对不对得住那帮人的父母 那帮年轻人或年纪大些 很多人听到你 赈鼻一呼说要行动升级 要包围,每个人都戴着那些安全帽 去跟人搏过的,你们去吃杯面 是不是 我以后吃到杯面都会想起学生流的血 这么夸张 真的会的 你们两位没有下过那个占中的现场 我也有去那里帮忙,有些不忍心 有时候人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追着这帮人 这帮人真的要负责 哦,没有啊,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 除了我们这个方向编辑部 说出来之外,应该以后都不会再有人提 这帮人狗,他们只会说他们很惨 这帮人是人渣 那帮人全部都是说,这狗子是圣人 政府不公,卑鄙无耻 圣人 类似的东西,无畏无据 他们只会让自己的道德感高 但是没有人真正回顾这件事 政府是有错的了 但是你不会期待 但是你是带头的 你们整帮人是没有组织 而且缩骨 整帮都是缩骨精 他们是没有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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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其他人全部都是缩骨骨 他们是有组织的 组织叫人去包围 然后自己吃杯面 然后自己吃杯面 他们在冲着上来 绿口杯面我上来吃 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是很贱格 你推其他人去死 自己躲在那里 是怎么办的 你还要扮英雄 那么小的时候 什么时候缩骨到大 他好像是二十多岁 几班人 黄之锋也是信耶稣的 这些人是否全被他下去了 那一班都信耶稣 但是全部都是偽善之徒 对不对 非常偽善 哇 真是很恐怖 为什么信耶稣都这么偽善 我也不明白 喂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就是说的话 自己都做不到的 但是又推别人去做 然后自己去拿财 他想着一定是推你去做的 我不会的 我去跟政府谈判的 就是你去冲 这个就没问题 是啊 后来的谈判他们有份 我不明白 你这些谈判 是多少人的血 和多少人 搞到要坐牢被人抓了 换回来的 啊 那就是了 就是 我免得理你啊 你那时候跟林郑谈判 那时候 那时候 那说完又怎样呢 是呀 成功不及开戏 那时候 那 那 你谈点 那 他们真的变成了不及开戏 我说去读书 读书 读书 说去哈佛 哈佛 我不是说什么 我说去读书 读书 又哈佛又成了 不过呢 黃和之锋他们商学 他们这样 叫人去冲 吃杯麵 就是 在我来说呢 这是昏水嶺 就是 去到那一天 其实整个运动 已经变成了质 你知道这样 已经不是外与和平占领中環 那些事情 就是继续捏下去 就是 伤害到市民 不是伤害到政府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战事 这样看 是的 我说一说 朱耀明 继续朱耀明 那句 他就是这样说的 譬如 现在年轻人 被抓去坐牢 你想见到的吗 我绝对 不想见到 但你要疏理得好 进退有道 你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如果你造成政府开张 开到拍手掌 就是你 你养大了他的气炎 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了 总之我抓你 就抓你 你已经被他困张到一个地步 他们根本不用再怕 群众对他们支持 他们已经知道 我们失去了群众的支持 于是他们就困张了 其实我们没有守住 我们真的没有守住 我们没有守住 那个缺口 于是就随意抓随意判 所以我经常都说 最后年轻人被抓去坐牢 真是很伤 真是很伤 这个是阿朱木在那边访问最后 他的原意是要进退有道 他们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 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安全回家 因为你是对抗政权 这件事 这个是可以用任何方法 打压你的政权 你必须要做到一个地步 慢慢逼他 慢慢逼他 这个是原底的策略 但是这些人 是为了自己一时的 我的理想 我的气 我的理想 我的光环 你们放了大耀婷 上神台 不过 不过 估论 就算商学那天要喊声级 他们三个 好像朱木说到 有什么想起八九六四也好 什么都好 那些很心痛 什么被人打 你 第三个不去叫庭 这件事 都有责任的 不是完全可以脱身的 他们想叫停 但是叫停不了 是 想看 你至少有叫过 我宁愿瓦解 这个运动 我认为 在龙和道之前 陈日君已经 说过 就是骂过 但是都跳不停 因为那些年轻 根本不会听你说 根据有些人的记录 说开会的时候 那些年轻 只顾着玩手机 根本这些人 全部是一个 自我中心的人 但是当然 有些激进派的 就是说 哎呀 现在这些年轻 都是这样的了 只顾着玩手机 不认人的 那时候 那时候 没有家教 没有家教 狗胆死出来做事 看会怎样 都是那些 日本就没出来做事 没见过世面 但是 都不知道社会是怎样 是啊 可能跟老闆说 什么啊 我占领的时候 你在哪里啊老闆 是不是 你占什么领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问你 你现在在哪里 看你占领这么巴费 就在我那里打工 那些 有一篇 是《明州文化》出的 这篇我都写得非常之好 大家可以搜索来看看 叫《被围望的216个占领者》 就是说回占中这件事里面 其实还有216个人 都是被拘捕 拘捕 拘捕 被人打到什么 可能自己 在面对着 有些被人被警察打 什么六七个围着打 那些又进医院 臉都被伤了 那些饭都没得吃 疲劳轰炸 是 他们做炮灰就预了 我觉得 做炮灰就 甘心情愿地做 不要被人记得 那是对的 我可认为 是 这些就是珠穆所说的 就是有很多 就是 你们有名有姓 有害怕的 那些 这216个就是 珠穆所说 无名无姓 听到你们说去冲的人 可能未必 未必 只216个 可能陆续有 所以你说 他们是不是就是英雄呢 或者什么抗争运动 在一个历史上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 不是英雄 就做了人群饭 给王之锋吃光了 吃光了 没人记得他们 没什么的 现在外国传媒 不是捧他们咯 Netflix拍一段影片 我真是惊死的 但是 没说是Netflix 外国传媒 外国传媒 捧到他们说 少年英雄 但是你 神经病 那我害香港的 外国传媒就是 真的 地口天高 那就是 那就是 我真的 有时候真的好深 有些人就 哎呀 占中狗子他们没在 那那216个呢 他们没在 他们是被这班人害的 就是某个程度上 是 你可以说他们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他们自己选择 怎样怎样 有时候可能去到群众运动 去到一个情绪 那么高涨的时候 就是 听你们这些所谓的领袖 在说 露点 是的 所以 历史会 是不是 他们经常说一句 历史会判他们无罪 他们不就是无罪呢 判了有罪 历史就是 已经有罪了 你有了官方记录的了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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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的 那些人 不如我们来到最后再说了几句 加坦先生 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可以多说一些 说一说 对于 他们常常 他猛咬一样叫我要真普选 其实香港最后没有可能有真普选 大家 有说直选 真普选 我说了 真普选 大家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 真普选 我认为是会有的 因为基本法写了说会有直选 那只不过 这个产生的方式 能够再一次拿到一个共识出来呢 那就要看香港社会变化了 这一点 既然基本法有的 你始终你都要找到这个数 就是政府要找到这个数 没理由 一直拖到尾 那三个产生是他选定给你 还是你有没有办法选择 就是他们所谓的公民提名 三个产生选定给你 我又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就是 有公民提名 另外他也可能需要政党提名 什么提名 什么都好 就是你拿好三个难产 最后出来都是一个普选 你最后都是全民投票 我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了 基本上 你没理由说真的 可以提名一个 就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出来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这个测量是需要设立的 就是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也同意台湾的说法 因为如果你看到现在所谓的心王 那些觉得 他们九个这样做法是没有罪的 我给你公民提名 好多人害怕的事 好多人害怕的 是的 如果是完全西方式的真普选 长毛那些一定选不了的 现在他是靠 基本上他们这班人是靠 共产党 衰共产党 贱共产党不给我来找食 共产党心目中那一套 最完善的状态应该是新加坡的 我也觉得会是 好 但是妥惜就是 现在是个deadlock 因为你那个文件联 那些他都信不过你 他觉得你文件联会反他 所以到最后 到最后都是台湾港那一套 整一个选举委员会 就选三个人出来再给你真普选 选一个既忠有能的人 但是我觉得很难 其实当初 其实当初 我觉得曾俊华也是一个最接近 最接近是他选了给你 而市民也是接受的 如果你这班人 根据他的小圈子 都投了到曾俊华 其实是会见到一个转变的 不过很可惜 有白票党叫你找地产商 打碎了很多市民的心目 基本上是 那班人是靠医疑来找食 香港人是不准有大和解找食 王之锋是最 你说他心谋远虑又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也是浮躁的人 所以他说明不准有大和解 最不想见到大和解 香港人对真普选有共识的就是王之锋这班人 这班所谓抗争派的人 因为万一有大和解 他们就已经没有存在 所以他们是会推一个极端的民主化 是不愿意妥协 现在陈建文都说一国两制 你相信他就把鬼了 就是类似的说话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 社会就混合了 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的话 那不用玩了 经常搬到危康那句 什么妓女可信 共产党万万不可信 你不相信政府 你的原因就是 一定要政府不跟我的那一套 我就不相信他 你根本没办法不跟共产党说话 你不能够跟共产党说话 那即是怎样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泛民的议员 也好 什么都好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就不要再留意口号 什么我要真普选 我要公民提名 那些这样 如果借着他们的入狱 有那个人气也好 什么都好 如果你们真的想争取 就趁现在讲你们的方案 路线图是怎样的 是吧 他们要那一套 是不会跟共产党说 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讲也没讲 只是口号 是的 那一下才有口血 你看现在那些 即是等于天国近了 是一模一样的 公民党现在讲些什么 全班公民党的人现在讲些什么 根本就说了大纪元的说话 要反共 连这些政党都这样讲 如果香港人还想有真普选的话 一定要把所有泛民清代才行 要不然是没有机会 要将激进派严重打击 要令到大家明白到 就是 你没办法是不妥协的 那些人说我们跪下 我们不是跪下 但是你要逐少逐少地拿 问题是泛民是不会妥协的 到最初 如果你找到曾俊华做特首 然后就里应外合 你才有机会 你们拒绝了这个要求 就是因为你们激大和解 我们会被他们压 我们的存在再无价值 是你们的生存 是建基于毁灭之上 不是建基于建战之上 最后是毁灭 我们才有生存 任何东西都要妖魔化 将所有政党都要妖魔化 这样才行 其实很得人害怕的 你什么都吵一大烂餐 连起一条桥也要吵 你是必须要和政府里面有些亲近你的人 里应外合 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是有一帮精英 是熟悉政府运作的精英 支持我们 给人信心 但现在你们不是 你们全部都是草莽 你们是草莽 草莽得来还怕死 有98,500的草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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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人工很重要的 不如我做 不如我做 不如完 就是了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几两个月 好了 多谢 多谢 麻烦订阅 还有like 谢谢 多谢大家 留留言 我见到大家留些留言 真的非常好看 有些水准好过 有时讲回自己的占中的故事 字简言心 大家讲的 都 但是这些占中权律史 组织成了一本书 成为他们三子 或者九子 什么都好 的忏悔录 忏悔录 看完他们要忏悔吗 不知道 搞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要忏悔 对呀 对 好 多谢收听 拜拜